今年我毕业的时候 我送给自己一辆奔驰翼 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 我今年是22岁 大学刚毕业 00年了 这里是青岛的里村夜市 看一下这阵势没不没 全是电动车 您要辣椒吗哥 嗯 您好 有了您坐吧 好了 我给您端过去 两三分钟 有了 拿吧哥 动作好麻利啊 你这一分钟能出几份餐 最快的时候能出两份 就半分钟一份 你刚开始卖也没有这么快吧 没有 就后来越做越快了 熟练了 咱这青岛的热干面 跟武汉的热干面有啥区别啊 武汉的热干面 比这里的能稍微更干一点 它那个比较就是 酱会比较粘稠一点 咱们这边就是 比较符合当地人的口味了 你这芝麻酱比武汉的还好吗 纯纯的武汉配方 然后回来自己又改良了一下 你又大的多少钱 大的15 帅哥 这一桶水有多长 一桶水有50斤 都是你自己端拉 对 同学什么 有没有笑话你的 刚开始也有 他们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能挣多少钱 当他们知道了以后觉得 他还挺崇拜我的 因为大家都没想到 就是说我能会干这个 今天的面糊还比昨天黄了 对 今天没昨天黄 今天稍微少放了一点 这动作真的是好快啊 您要吃比昨天还干一点的吗 嗯 好嘞 这姑姑天天来吗 是 您天天来 我昨天才发现 所以我昨天拦了 今天又拦了 然后我是武汉人 他这个正宗不正宗 挺好的正宗 来自武汉人的认识 也不正宗 今天就不能了 就不来了 你摆它是受家里影响吗 也不是 然后我的父母都是有正式的工作 他们其实不希望我会很辛苦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年轻嘛 然后应该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现在开了分店了 现在有一个冰粉摊 一个冰汤圆的摊 然后自己还有一个热干面的摊 一个月能收入几万块钱吧 这就是我的工作了 我也不想再去重新找工作了 我觉得就这样挺好的 自己做一点生意 小嫂待四年了 这样来吃 他家是不是比那个 好多武汉的做的还这么做 我在武汉也来过五年 胃差不多吧 但是武汉比这干 它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青岛苦味改良过的 你看有点吃还是 但味道是差不多 芝麻酱主要是吃芝麻酱吧 这干面 我觉得不错啊 不错 非常来 你这个以后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我想通过摆摊 然后就是赚取足够的创业资金 然后我可能会就是想把餐饮这个行业做得更大 这个就是一个00后的小美女做的 听说有好多武汉人来她家 刚才拍的时候有一个姐姐 她在青岛待了三十年了 说一直想加强这个味儿 昨天晚上她找到她家 今天又来打包两份 她这个确实 根据她自己讲 然后办的这个状态的话 确实是比武汉的那个要细一点 这就是芝麻酱要细一点 谢谢 谢谢